让一让都让一让 哪里来的宝贫 你是谁啊 都给我离开 小贝公主要在这里上课 为什么小贝姐姐呢 我们就要走 我不走 就是 这是我们大家的小事 我也不走 那我就要请你们走了 传送魔法 小贝公主 人已经都送走了 请进 你做得很好 红萝卜钝 红萝卜钝 红萝卜钝玩蓝萝卜钝 蓝萝卜钝 蓝萝卜钝 蓝萝卜钝玩黄萝卜钝 画蓝萝卜钝 画蓝萝卜钝玩蓝萝卜钝 所有人赶快离开 小贝公主要玩游戏 小贝姐姐可以和我们一起玩啊 对啊 蓝萝卜钝游戏 人都能才好玩 你们是听不懂吗 小贝公主让你们离开 她不想和你们一起玩 小贝姐姐为什么要这样 你让我们见见小贝姐姐 她肯定不会这么对我们的 小雪大把熊卖 你们快离开 这里是我小贝公主的地方 只有我能玩 什么 真的是小贝姐姐的声音 小贝姐姐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小贝姐姐你带坏了 我们再不要和你玩 小雪姐姐熊卖 我们走 小贝公主 我们这样真的好吗 没办法 扫除熊妹大宝 对不起 黑暗魔王 快把熊妹的作业还给她 我就不 我还没有写完作业 你们也不能讲 我要把熊妹的作业撕掉 不要 我的作业 黑暗魔王 快把熊妹的作业还给她 你是谁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 我是小贝公主的保镖 我现在命令你 把作业还回去 哈哈 小贝自己不敢出来 还叫了个保镖 笑死我了 全卷魔法 快放我出去 谁来都没有 我现在 就要撕掉熊妹的作业 黑暗魔王 你给我住手 小贝 我表演了这么久 你终于出来了 小贝姐姐 我们就知道你没有辩护 小贝姐姐 你到底怎么了 好吧 其实我中了一种魔法 只要跟你们在一起 我就会跟上来 但是 我又不能和你们见面 否则 你们就会和我一样 所以 我只能这样 让保镖把你们赶走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是吗 小贝姐姐 你为什么不早说 而且我们现在见面了 也没有中魔法 这是怎么回事 别管那么多了 我们还是找小精灵问问吧 别走 我该没出去 奇怪 小贝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爱莎 真的是这么跟我说的 什么 爱莎 难道这件事 和她有关 把她叫过来问问 我就知道了 精灵之力 小精灵 怎么是你 爱莎 我问你 小贝的魔法 是怎么回事 这个 其实是我看他们一起玩 我只能一个人我不开心 所以我就骗小贝的 我没有对小贝用魔法 真的 什么 你这个坏爱莎 真骗我 你应该去坏人管理局 不要啊 我不要去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 我应该送爱莎 去坏人管理局吗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嗯 i know you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